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测测 你会是哪一个斗罗人物陪你写作业 没想到我的是小五你呢 雪儿 你的作业是不用手拿着吃鸡腿 嗯 这算什么作业 小五 你的作业是不包皮吃完榴莲 这怎么可能啊 娜娜 你的作业是不用工具包完这些核桃 这么多 唐三 你的作业是不用牙齿吃掉整个西瓜 这么大的西瓜 不用牙齿 我怎么吞得下去 现在放学 大家回去好好完成作业 明天我要检查 啊 这可怎么办呢 下面开始检查作业 当然完成了呀 这么简单的作业 不会真的有人完成不了吧 切 说的跟真的一样 那你倒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呀 展示就展示 喵喵喵 二龙老师 我把西瓜榨成了西瓜汁 这应该算没有牙齿吧 很好 你的作业完全符合要求 给你一百分 要再接再厉 三哥 你好厉害呀 太好了 我得了一百分 不是吧 这有什么可得意的 我也可以 好了 既然雪儿你这么有信心 那就你来吧 老师 还是按顺序来吧 你先检查娜娜的作业 我 我 娜娜 你说话怎么支支吾吾的 不会是没完成吧 谁说的 这是我包的核桃 不错 看来娜娜也完成了作业 娜娜 你快把我的核桃人还给我 不行 核桃人是我用蛋糕和你交换的 你不能反悔 我都没同意交换 你快给我 娜娜 原来你的核桃人是这样来的 作业没完成 零分 哎呀 那好吧 核桃还你吧 接下来该你了 雪儿把你的作业拿出来吧 老师 要不你先检查小五的吧 我的一会给你看 哼 你这是想拖延时间吗 我看你肯定没完成 谁说的 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姐姐你出来吧 姐姐 快把鸡腿喂给我吃 好的 给你 喵喵喵 我吃完了 老师 我没用手 是姐姐喂我吃的 这也算吗 不错 雪儿的确没用手 你也一百分 谢谢老师 小五 最后就剩下你了 你的榴莲呢 快拿出来吧 我 我的榴莲送给阿七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 我包皮 我要怎么打开这个榴莲呢 小五 我好饿呀 小七岛地震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你能给我点吃的吗 这么惨 让我看看有什么吃的 哎呀阿七 我这也没吃的呀 有了 这个榴莲是老师发的家庭作业 我把它给你吃吧 太好了 谢谢你小五 老师就是这样 所以我没有榴莲了 原来是这样 那我也给你一百分 这不公平 小五明明没做作业 雪儿 小五虽然没做作业 但是他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 就值得一百分 这种助人 最好 谢谢你 还有 就是 和